我们之前看到过电影里的龙卷风是威力惊人 除了一般的陆地龙卷风之外 大家还知道吗 还有水龙卷 火龙卷 甚至是雪龙卷 接下来就要带大家去夏威夷看海剑的火山龙卷风 夏威夷火山爆发 灼热岩浆不断涌出 还会把已经冷却的黑色岩浆皮翻面 直升机 摄影师飞进七达瓦火山上空 直击岩浆流窜 更拍到惊人一幕 岩浆流上出现好几个直冲天际的火山龙卷风 先具条件是风速要强 湿度要够 据说这种由火山碎屑流形成的龙卷风杀伤力 远胜于一般龙卷风 空中漩涡伸向地面造成巨大威胁 南半球澳洲堪称龙卷风大国 不时有人与龙卷风同行 水龙卷与陆地龙卷风成因类似 但水龙卷时间更长 强度更大 经常一次出现一整群 远观宛如龙溪水 而龙卷风家族中最罕见的雪龙卷 每年平均出现不到100次 因全球暖化变得更少 跟这些龙卷风大不相同的是火龙卷 旋转的火柱令人触目惊心 如果条件吻合 火龙卷可达300公尺高 烧毁附近所有可燃烧之物 包括火龙卷 沙尘暴 都是从地表向天空旋转 夏威夷火山龙卷风也属于这一类 据说时速可超越700公里 气体温度可达1800度 威力跟火山沿江相比 丝毫不逊色